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声乐老师 康老师 欢迎您继续来到我们的声乐技巧的第30讲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 关于胸身支点的深入和应用 我将围绕四个部分和您一起来学习 分享的地方 我会从气息的角度 还有从位置 第三个就是咬刺 第四个部分是共鸣 如何来和胸身支点当中 如何更好地去搭配和协调的应用 好 那我们就先从第一个部分 先从气息的角度去认识胸身支点 那我们知道呢 我们的吸气 像如上一讲一样 你看你一吸气 吸到你的胸腔肺部 你一吸的时候 我们的胸腔这个地方 我们一吸下来 这个气体如何让它更为通畅 下来的速度会更快呢 你看当我们一吸开的时候 一吸 就像一个哈欠一样 我这一块当中一扩开 它就很容易下到您的隔肌 那在这里呢 特别这个胸身支点要注意什么呢 在气息当中的控制的时候 它是一个通道 一定要记得不要让它紧 这个不要让它撑得太大 一定就是一个自然舒畅 舒畅当中让它上下气息贯通的 你看我一吸气 好 很通胀的 在这里呢 特别要注意什么呢 注意不要憋气 憋气是什么意思 你还在胸腔发紧呢 然后呢 你这个胸腔地方呢 都会有僵硬 当我们一僵硬的时候 都是对于气息来说 每一次提气的时候 它就会变责 你的气下到 本来应该下到你的背径和隔肌 这个地方 对不对 但是如果当你这个发紧 憋住 它的气呢 最容易浮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胸腔 起到一个像阀门一样 开水阀 道路都宽敞 这块 你一定要记得是松弛的 它就是一个扩开 扩开松弛 放松的 上下 一定要让这个气息很顺畅 完全就是一个通道 一个深柱 我们可以用个练习 用个练声 我们有一个 苏米多 我们用一个呜 也要让感受气息 呜 这个气息 有没有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很顺畅 有没有感到胸闷 或者提提提提起来 啊 不会有那个感觉 啊 松弛的打开 在这个胸腔啊 我们的这个支点部分 无论是在高音 还是在低音 您这一块啊 它始终是松弛 它是放松 且有弹性的 你不要一上 一到高音的时候 老方我都憋住了 那个气息的应用说 它就会置住在那个地方 啊 是这样 好 这是第一个部分 关于气息 胸身之点这个地方呢 就是上下 贯通 啊 让气息彼此之间连接 让它下身和吻 啊 这是第一点 好 那么第二个部分呢 我们就来到它的位置 我们的歌唱位置 我们知道歌唱位置呢 与这个胸身之点 很紧密的 也就是我们的歌唱的口型 我们歌唱的口型啊 一般啊 我们的同学们都会想到 嘴这个地方 对外嘴 其实呢 我们在唱这个口型的时候 应该想了你的当中 应该更加深一点 拉到这个地方 哦 哦 哦 你看 哦 如果是我们的 哦 哦 你就很难 就是那个 你下来的地方 你很难到彻底 让你的上下的贯通 所以呢 我们的位置啊 我们的位置过去当中呢 人家讲了三点 你看 头声 还有包括口腔 还有胸声 其实在这里面的三点呢 我们也很 好 把这三点也连在一起 你看 头声 胸声 还有我们的隔肌 这就像一条连线一样 一条线 它是通过你的胸腔之间 中间这个部分 哎 如果你中间 像胸腔这个位置塌了 你会发觉一塌下来呢 哎 你的气啊 连到那个高位置点 中间拦阻了 就像我们说 那个 公路啊 你当中 倒了一棵树下来 对不对 那个车过去 可能你就很麻烦了 好 你的声音呢 也是一样 当胸腔这个地方塌了 我们说塌了就是 啊 让它回复到自然 就是一个 太 没有扩开它 你看 为什么我们要 哎 一个人 站姿 还有包括在台 舞台的 这种 啊 整个腔体 它是有通畅度的 啊 好 所以在从位置的角度 所以这个位置当中呢 你一定要保持 哎 口型 在这之间 啊 一个管道 保持高位置点 还有隔肌之间 这样一个很顺畅的 这种位置点的连接 我们可以用一个 注意这个位置点 你看 我这个位置呢 还是要挂在 它的高位置当中 然后这个隔肌呢 又是 哎 很稳的在这个地方 能够上下的贯通 连在一起这个位置 起到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 这个歌唱的位置 这个地方呢 你不能塌 不能卸 也不能过分的去 就像第一个点讲的 哎 僵硬 因为你僵住 你的整个气息 你的位置点 就挂不靠了 比如说你啊 啊 你看你啊 你这一紧对 那个啊 也上不去了 你再想那个高位置 哎 你被阻拦了 然后你这里面一塌的时候呢 你的隔肌啊 你的隔肌 容易那个气息顿住 也是一样 所以 第二个部分呢 你从歌唱 位置这个角度来想 这个凶声之点 它也是非常至关重要 所以你这一块还是 就如同回到我们第一点的地方一样 它是一个顺开 无论这个高音的位置 它怎么跑 你看你的隔肌 哦 这还是顺开 还是达到那个点 好 这就是我们说到的第二个 也就是它的位置的地方 好 第三个部分 我们要说到它的咬字 咬字呢 你可以发觉到 我们在唱歌的时候 很容易跑出那个轨道 什么意思呢 就跑出那个屋管道 比如说我们在唱 我爱 我爱你 很多时候我们跑出那个轨道 我爱 你是不是 一下就跑出那个轨道 按道理说呢 我们是要咬字 要咬在这个管道当中的 这个管道呢 特别是这个胸腔胸声这一节 我们可以把那个字呢 往这里咬 往这里咬 比如说我们还是那句 我爱你中国 我爱你中国 你看 我咬的部分呢 我没有脱离这里 当我在咬在胸声支点的时候 就可以像 就像那个风筝一样 风筝飞得多远 它还是有一样 连着气息横格膜 我在顺到这个位置 这样顺下来 还是在这里 还是在这里顺下来 所以你会发觉 这个声音很通 很通道 所以其他的歌曲都是一样 你咬字 都是往你的这个胸声支点 这个点来放入它 您的咬字 它会更稳定 包括你的气息呢 会更大 更稳定 它也是不容易脱离这个 屋管道 不容易脱离这个轨道 所以咬字呢 尽量往这里去咬 这是对咬字部分和胸腔共鸣的这种关系 好 咱们来到咱们的第四点 也就是我们的共鸣 那共鸣 我们知道 在共鸣器官当中 有几大共鸣腔体 第一大 也就是我们的胸腔共鸣 第一大就是胸腔共鸣 那么第二大呢 你看 我们的喉咽腔 喉咽腔这一块 为什么要有低喉味 喉咽腔它也是个腔体 还有呢 我们的鼻腔 基本上归为这三大 你也可以说它咽臂腔 或者它鼻咽腔 基本上这三大体 然后在这个基础当中 可能额外的 比如说我们的鹅痘 还有上额痘 还有里面的腮痘和蝶痘 都是需要去扩开它 那这样的话 您的加之这三大腔体 这样很好地展现出来 你的声音就完全不一样 好 我们再回到我们刚才的部分 那这个胸腔共鸣 对这几大共鸣的影响 这个 胸腔共鸣啊 所以说呢 它之所以是最大的腔体 你看 您听到 这个声音就是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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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个腔体 我一拉开 哇 整个声音的浑厚度 你想要穿透力 浑厚度和力量 这个胸腔必不可少 因为它这个音响一扩大 哇 这个大的音响 最大的音响 展现出来 那么它呢 这个胸腔共鸣呢 特别是对咱们这个 啊 头声 头声 那我们说头声一般就是高音 在高音当中 头声用到灵力尽致 那个头声 那么它和我们的低声 中低声 也就是胸腔的真音 它之间的这种连接 连贯了 你特别是唱到高音 高音这个腔体 你如果打得特别开 胸腔共鸣 这个时候你上高音 你可能你会有点困难 那越上高音呢 按道理说 这个胸腔共鸣 它是要相对的减少一点的 比如说 哦 哦 哦 你看你越往高音走的时候 这个地方的时候 它相对来说 它相对 你的身体的协调性 它不断的稍微减少一点力量 反之它通过的地方 也就是我们的在腔体的地方 增大和增小 其实最重要还是在你的气息 大家想到这个问题 我想要再想讲一点 你的所有的力量 百分之一百的地方 都是在你的隔肌 腰筋背筋 胸腔这个地方呢 你之所以想用到大和小 是你的关小腔体 还是大腔体 比如说我们的 哦 哦 你看 我一大一小 我可以自动的去关 还开 但是呢 不是使劲的地方 哦 哦 你使劲 这个腔体当中 就完全它失去了 本身有的一个共整了 所以它还是一个腔体当中 你可以选择开大一点 还是宽小一点 高音 浑身区 越近到那个地方的时候 它是相对的说 稍稍 这个应该是缩小一点 它的体积 放松一点 这是让你的头身 发挥到更多的专注和极致地方 那么我们说话 基本用的就是我们的真身 也就是我们的胸腔共鸣偏多 你看播音主持 用的 基本上就是用我们的胸腔 共鸣偏多 好 那么 所以呢 刚才我们说到 嗯 您的共鸣的 这个声音明亮 还有包括声音这种浑厚度 力度 力量 还有包括我们的真音 与假音浑身之间的比例 其实都在这个胸腔共鸣的 这个地方的控制 你的 扩开 使它 发挥更大的共鸣 还是缩小 更小的一个共鸣 都是在你的胸腔共鸣 所以这胸腔共鸣呢 你一定要根据 你不同的歌曲 要根据你不同的场合 包括你所遂寻的 你想达到一个 我想要声音 不同的色彩 所以通过胸腔共鸣 来调整它 好的 这以上啊 我今天与您分享的 这个四个点 来看胸身之点 当然 我这个所理解的 也是有限 那如果 收看 我们节目的 前的您 还有什么样 对胸身之点当中 有不同的看法 或者在我这个 这个研究 学习过程当中 可以再深入的 愿你们能够留言 让我们一同来学习 愿望这个一个 声乐教学 可以帮助到您 让您的声乐的道路 可以走得更稳 更远 我们期待下一讲的再见 好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